今天来了 又到我们草原上的正宗街 好有大正宗 小正宗 大大正宗 今天属于中等正宗街 就是小马的这个 学育手术节日 在草原上这是一种好的向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一年只有马更多了 今年才会赞得更多一点 所以的话 在草原上这是一个好的寓意 也要好的开始 但是有一点就是 每到这个节日 我就感觉 发的内心的还是有点 疼 确实很疼 就是你肉眼可见的 真的很可怜很疼 但是对他们来说 日后还是一个好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要是 不做这个手术的话 下一步 他是没法在这个群里面 跟他们群居一起生活的 毕竟传统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的 定义好的 一个马群只能有一个二马 不允许多二马存在 所以他就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就得走这条路 这条路就得经历这个手术 现在是痛苦的 将来是美好的 今天大概是 123 6 7个 7个马现在已经有3个 做完手术跑了 这些马都是标准的 3岁马 最多4岁 一般都是3岁就散马 因为3岁就是马 3岁就是散马 调马的岁数 调马就是他3岁才能开始 让骑 再小了 他身体扛不住 再大了也就老了 不好调了 3岁就是最合适调的 然后在调马之前 要把马先散 他这个特别有名性的动物 而且他现在特别比较满 小的温室 是瘦心的动物 你看他的耳朵立起来的时候 就这么一样 还是害怕的 这样就会 放冲 看他的耳朵立成杀妖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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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行挑选 你一眼去变 你一眼去变 好远百个十 百个五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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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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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吗 你疼吗 眼睛疼 你疼吗 腦皮 齿拉还挺大 就是你们可能 我说非常隆重 你们可能觉得就那么几个人 那么算隆重 隆重是表现在细节上 但是为什么呢 刚刚的那个相分 那就是在欺负 在我们 början 给这个马做这个手机 再有人专门为他祈福 还有这个火堆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那个上边那些铁柜 都是在给他做绝对烫他那个伤口 这样一次先给他烫好了 他就不痛苦 他也不流血了 所以的话就是这些细节上 都表现得非常非常龙龙 我们纵视这些东西 既然没办法 就是欣然的去接受 希望他每次烫的将来 我们马上不吃成草原 为什么能一起来就烫 就是因为这个炕子的方法特别特别好 它要比冷 它要比风气那些要好的东西 因为直接就给他把伤口烫好了 高温烫好直接就不能 不是不能直接就不会出去 没刷好 没刷好 疼的实在不行了 这个疼用语言 那是无法表达的 这个疼还是生孩子疼 这个疼 这个疼 这个疼还是生孩子疼 应该 我才疼 这个应该是从肝上疼 生孩子是子 这个应该是创伤心疼的 你知道吗 生孩子是你 这个歇会的生命 这个是失去的生命 这个是失去的生命 这个心理上能一样 这个这个还能吃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觉得生孩子是喜悦的心情 我们得到了一个保护 让开让开帕马 这时候的塌 这个时候的塌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痛苦 特别特别容易 哎呀坚强的汉子 就是刚刚在散马蛋的过程中 我们讨论了一下 到底是 散马蛋更疼呢 还是生孩子更疼 这两种疼可能不太一样 谁到底更疼 谁也没有办法去站在对方 去感受这个事 这个事情都是 只有彼此 只有我 当事人才能懂 能生孩子的 永远不知道散马蛋啥子 散马蛋的永远不知道 生孩子啥子 但是 讨论了一下 就是 还是散马蛋比较可怜 生孩子是一个新生儿落地了 带着喜悦的心情 散马蛋是 彻底失去了 然后等他起来的时候 他的马蛋已经在这火里烤着了 所以的话 就是 整体来说吧 用这个心情 事后心情表达 来上马蛋比较可怜一点 欺负我们的马子 好 直直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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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越来越繁荣 自松 直送后代 绵绵无常 这也是这个 弘先生她所祈祷的一个 就是你再有祈祷的一个心愿